第199章 晚宴和琵琶 晚宴? 嗯,巡抚大人进城这么久,云州官场不可能不知道,许其安精神状态好了许多,反正也不能睡,在一站待着无趣,便道 好,大人稍等片刻 他穿上靴子,把放在床头的铜锣绑在胸口,黑金长刀挂在后腰,打开房间的门 张巡抚站在门外,穿着飞色官袍,身姿笔挺,气态斐然 两人相互汗手,结伴下楼,在大堂等待片刻,疆绿中才从院子里走进来,道 人员清点完毕,走吧 豪华马车停靠在一站外,随行护卫的虎奔位30人,打耕人7人 本次夜宴地点是一处临河的大院 不正史丝专门用来宴请官员的府邸,四近四出的豪宅 今夜月朗星稀,无风,虽是隆冬,但适合在后花园摆宴 身为本次晚宴的核心,同时也是客人,张巡抚特意晚到了一刻钟 这既是百官威,也是给出宽裕的时间让主人做准备 抵达府邸门口,这里早已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马车和轿子 或华丽或简陋的作家,代表着一位为官职不一的大老爷们 在侍从的带领下,张巡抚一行人来到前厅 看见了穿各色官袍的云州官员们,林林总总,一百多位 其中就有许其安今日见过的云州之府 巡抚大人 爽朗的笑声中,一位穿飞袍,刘长虚的官员迎了上来 不证实大人,张巡抚笑着拱手 不证实,相当于高官啊 许其安审视着云州不证实 他颧骨略高,眼睛狭长 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缝 给人是块精明的感觉 宁是宋廷风失散多年的老爹 对了,没记错的话 这位不证实也姓宋 许其安嘴角勾起 宋不证实引着张巡抚 主一介绍,许其安目光追随着 把在场的官员牢牢记在心里 这位是咱们云州的都指挥室杨大人 宋不证实来到一位儒匠风格的中年男人面前 周围的声音一下子小了许多 一双双目光停留在张巡抚和杨川南身上 两位朝廷大员彼此审视片刻 起声大笑 张巡抚,久仰久仰 都指挥室大人,久仰久仰 气氛顿时又轻松起来 官员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我怎么有种千钧一发的错觉 有那么一瞬间 许其安都以为场面会陷入江宁 或者双方阴阳怪气的嘲讽几句 年里藏针 这才符合官场老阴阳人的形象 结果竟如此和谐 巡抚大人 晚宴已经准备妥当 咱们一起去后院 不正使当即到 一周省之地 级别最高的三个衙门分别是 都指挥使司 不正使司 提刑暗查使司 其中提刑暗查使司 隶属于督察院 因此提刑暗查使 在张巡抚面前 最像的狗腿子 来到后院 众官入席 主桌这边 发生两个有意思的插曲 第一个插曲 张巡抚招了招手 道 宁艳 过来本官身边 主桌总共十个位置 一个唾沫一个钉 该做什么人 能做什么人 在官场有着严格的规矩 众人顿时看向 叫做宁艳的年轻人 他穿着玄色制服 披着短披风 胸口绑着明刻暗闻的铜锣 后腰悬着一口特殊的 与志士配刀 不同的修长战刀 眼光老辣的人 只是看这一口战刀 就意识到 这位铜锣身份不同寻常 无论在哪里 能搞特殊的人 就不会是普通人 不少官员 暗暗留意了许七安 第二个插曲是 都指挥使杨川南 挡住了一位入座的官员 指着自己身边的位置说 有位朋友要来 那位官员一愣 然后想起了什么 竟恍然大物般的一拍脑袋 毫无怨言地去了其他桌 朋友不是某位大人 而是朋友 许七安正经微作 明艳 今日说的那个字迷 张巡抚低声道 巡抚大人 许七安沉声道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转变思路 怎么说 您就是太正经了 身为督察御使的张巡抚 在京城官场属于清贵 严官嘛 自然是清贵的 要换成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的官场混子 早就瞄懂了 张巡抚正要说话 于光披荐一个身披 清假的妙龄女将军进来 他身段高挑 郊区比例堪称完美 扎着高高的马尾 又漂亮又帅气的军娘 许七安眼睛猛地亮起来 心说云州还有这般 姿色极品的美军娘 这一身打扮 可比什么JK 黑丝 护士 空姐 要诱人多了 不是一个档次 美军娘静止去了主桌 坐在都指挥使杨川南身边 张巡抚审视着军娘 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云州官场的人物名单 发现无法对号入座 这位是 他好奇道 杨川南笑道 大家想必没有听说过 飞燕女侠的大名 他叫李妙珍 是本官聘用的尤其将军 这一年多来 四处剿匪 屡历战功 若是论功行赏的话 本官这个都指挥使的位置 就得拱手让人了 他的话引来众官员一阵表态 对这位女将军赞许有加 张巡抚没有表态 只是点点头 杨川南聘用的尤其将军 也就是说没有编制 不属于正规的朝廷将领 徐其安审视着美军娘 心里一动 二号也在云州 也热衷于剿匪和喷员景地 他说过自己不是朝廷中人 我还曾称赞过他侠干一胆 而这位帅气小姐姐 叫飞燕女侠 扑飞燕女侠 在运河之上聊天时 二号力挺杨川南 与他关系匪浅 他不会就是二号吧 徐其安不动声色地喝茶 不着急 慢慢再找机会试探 帝叔聊天群里 现在可以确认五号和二号都是妹子 二号颜值很能打 制服诱惑可以的 不知道五号颜值怎么样 南疆的小蛮妞 两列穿彩衣 露香间的舞姬入场 在乐师的伴奏中 翩翩起舞 云州没有紫阳居士 因此 大家都不抬居许其安 话题围绕在京城和张巡甫身上 呸 官场应酬着实无聊 浪费时间 李妙珍不动声色地打量巡甫一行人 他重点放在江绿忠身上 知他是位金罗 四平五夫 但擅长什么 性格如何 一概不知 年岁不小 但气血似乎正直巅峰 不知道擅长什么兵器 养出了什么意 嗯 宴会结束后 问一问三号 李妙珍低头喝一口酒 旋即开始审视许其安 他气息内敛 看不出气机深浅 但铜皮铁古镜的舞者 体表偶尔会有神光闪烁 而此人没有 顶多是个恋神镜 双眼中难掩疲惫 眼带浮肿 一副被酒色掏空身子的色胚模样 此人要么是打耕人衙门某位大人物的亲戚 要么是张寻甫的亲戚 我听杨川南说过 督察院归位渊管 张寻甫把自己亲戚安排在打耕人 合情合理 晚宴在和谐的气氛中走入尾声 下人们端上来一盘盘色泽暗沉的琵琶 饱满大颗 这季节还有琵琶 许其安年起一颗不怎么新鲜的琵琶 包皮 尝了尝 酸酸甜甜 滋味很不错 最主要的是 竟然没有和 寻甫大人常唱 我们云州的琵琶可谓一绝 成熟于春末夏初 京城可吃不到这么爽力的琵琶 琶琶成熟后 便一直保存在冰库里 每十日挑剪一次变质的 到了现在 所生不多了 宋长甫 宋不正史热情地抓了几颗 放在张寻甫面前 张寻甫吃了一粒 惊奇的瞪大眼睛 竟然无和 宋不正史笑而不语 其他官员也笑了起来 张寻甫颇为惊奇 无和的琵琶 它是第一次吃到 体验感简直不要太好 不可置信道 世上竟有无和的琵琶 妙 妙啊 这算什么 你要吃了五子西瓜 岂不是要感动得泪如雨下 许妻安心说 这无和的琵琶 是云州的特殊品种 本官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张寻甫道 非也 只因琵琶树受过白地庙的香火栖息加持 因此才接出无和琵琶 宋不正史笑道 是啊是啊 此乃我云州极锐 云州本就得天独厚之地 受白地照拂 风调雨顺 众官员立刻吹捧起来 给张寻甫灌输云州祥瑞之地的思想 种植成城 张寻甫陷入了沉思 他品出味道来了 但猜不透琵琶无和的玄奥之处在哪里 谨慎地没有反驳 宋不正史又包了一颗琵琶 递过来 笑着问 寻甫大人 您说是不是 张寻甫无奈道 宋大人所言 宋大人此言诧意 冷不叮的 许奇安开口打断 主桌以及其他桌的官员看了过来 凝视着许奇安 低头吃菜的李妙珍心里很不屑 他是知道原因的 只是他如今站在云州官场这边 因此没有拆穿宋不正史 他抬起头 盯着出言不逊的许奇安 想听他会说些什么 宋不正史皱了皱眉 看像差不多被自己忽略了的铜锣 笑容不变道 这位大人有何指教 许奇安放下酒杯 缓慢咀嚼嘴里的食物 咽下 这才拿起一颗枇杷 笑道 原理其实简单 只需在枇杷花期 拔掉花蕊中心一须 结出来的枇杷便不会有何 不正史大人 下官所言可对 席上一下子寂静了 四周的云州官员 脸色僵硬地看着他 宋不正史神色 舒然凝滞 这边的家里是 不正史神色 得出品的 理论